好 对那我们就是做一个多人合作闯关的派对游戏 那这种游戏通常大家都知道嘛 在玩这种游戏里面一定会有玩的特别烂的雷包 那雷包在一般游戏就只能看大家玩 那我们就要强调这个派复复活的概念 就是我们雷包在死掉之后呢 它化身为这个鬼魂 那它在鬼魂状态下是有办法帮助团队获胜的 就是例如说 像我们现在出现一只boss或是一只怪物 它的身上会跑出一个弱点会标示出来 那我们的鬼魂要做什么呢 我们的鬼魂就是要想办法跑去附身在怪物的弱点身上 它附身成功之后这个弱点可能就会发光 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活在场上的活人队友 他就会想办法去攻击这个弱点 那只要成功的攻击到这个弱点之后 怪物就会承受到更加严重的伤害 那同时这个成功附身的鬼魂就可以 获得更强大的这个能力 然后重回战场 类似这种概念 那当然如果我们的队友每个都很人的话 就同时会有很多个鬼魂在场上 那就要比谁最先的抢到这个附身的机会 他就可以重回场内 然后跟他原本的队友一起并肩作战 那只是这个复活机制 我们目前还在讨论说到底哪一个是我们想要的 例如说可能有一些场景内的机关 那鬼魂可以藉由附身机关去启动那个机关 可以被使用的 就是他可能原本的坏掉 那鬼魂去把它修好 然后玩家他可以 场内玩家他可以使用 或是我们可能会想要粗暴一点 就是场外的鬼魂们直接大乱斗 直接PK 把其他鬼魂都砍死 那那个云点完鬼魂就可以直接复活 那这个目前我们都还在讨论 对目前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下午呢要做什么 发表要做什么不重要 因为我们已经前往全新的航道了 那因为计划有点赶不上变化 那我们就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心路历程呢 我们这个后来呢 我们想出了几个新的方案 那因为没办法 我们大家都太对太太有这个 想要找到灵魂的渴望 所以我们后来一个最终投票 两个方案平手 那我就想说没关系 两个方案平手 对我们发表这个我们快速Prototype的精神 所以我们就先做出了其中一个方案 那我们先来demo看看好不好玩 等会所有人 所有的观众 包括Johnson 觉得这个游戏有没有搞头 会影响我们要不要继续把它进行下去 那我们就先介绍我们这个游戏 我们这个游戏呢 我们是一个双人对战游戏 一个人会扮演这个 很可爱的这个 黄色头发穿西装的这个帅哥 那一个人会扮演一个这个 黄色皮肤的这个 穿着一个 红色针织衫的这个生物 对那 等一下哦 OK 好那 等一下 那简单来说呢 这个黄色头发的这个西装男子 他等会会去想办法猎杀这个 红色针织衫的这个奇怪生物 那等会他的操作会是怎样 那我先示范一下 这个他会射出这个刺刺的东西 他会射出这个针统状的物品 他就是其中一个果然家 他会想办法去拿针插这个 插这个虫子 那那个另外一个果然家要做什么呢 我们重来一下 另外果然家他这个 他会控制这个一堆在蠕动的 奇怪的生物对不对 他会是其中一个一只虫子 那我们必须要在 很不想演的啦 他必须要在川普 不会发现的情况下 悄悄的靠近他好不好 那想办法 可以重来是不是 他想办法在这个 黄色头发的人 没有发现他的情况下 慢慢的靠近他 那其他的都是他会掩护他的伙伴 那那些伙伴都是 电脑帮你控制的 所以一个玩家像这样 已经有一个人在跟我对战了 他想办法找出我是哪一只虫子 我现在控制的是虫子 那 那没关系你先 例如说他现在觉得说 我是最右边的这一只 那他就想办法拿针插我 好 那没插到 我们就继续继续挑战 好 那 那 只要我的小妈 偷偷的这样 伪装伪装伪装 然后靠近 靠近 好不好 好像很逼真 好像很逼真 你们猜我是谁 好不好 好 那其实我被杀死了 好 我们 哦 我忘记了 可以按空白线 好 那我直接走过去 例如说我现在走过去 可是 我是这一只 好 你看 等一下哦 等一下哦 你看我是这一只 有没有我是这一只 看起来 很逼真很逼真 然后我就会想办法靠近他 我的伙伴也非常逼真 连我自己都会找不到我在哪 好 你看我如果我会去把他吃掉 他就会死掉 那我们这游戏要被 为什么会符合主题呢 是因为其实我们最主要功能还没有完成 就是 其实这个黄色头发的男子在这样子过程中的这个激烈的射击之后呢 他如果刚刚是很用心的观察 他就算过程中没有想办法成功的射到 他在最后还是有个反败为胜的机会 就是我们会让玩家在最后活下来的所有虫子里面 他可以在最后再去猜一次 谁是真正的那只我扮演的玩家的那个虫子 他只要可以选出来就可以反败为胜 所以如果他刚才在过程中射得很激烈 他可以想办法命中的瞄准其他的虫 他可以削弱他在最后需要选择的这个范围 那他如果在前面也都很努力的去射击成功了 他可以直接把我把那个虫子消灭 那他也可以提早获胜 所以他就有一个这个两次的机会 那因为那个虫子已经太OP了 所以在虫子方面已经没有这个反败为胜的机会了 因为我们玩了好几次 那个设真的人从来没有赢过 好不好 他根本猜不出来 然后这是我们目前的这个进度 好那我们目前正在制作的另外一款游戏 正在努力的制作中 这个游戏等会不会再有后续结果了 那想玩的可以跟我们要档案 我们我们该不是玩了很多次了 这你这电挡就对了 对这个给大家就是电挡一下 好哦 没有啦 搞不好我们等会又回新转移 又回来再去把它做下去 因为我们是觉得这个游戏好像就这样了嘛 好像没有什么未来的发展性 好像加什么也没有特别好玩 而且有太多 类似的这个东西了 竞品太多 好不好 好那大家好我们是我们是B组 那就如昨天晚上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款游戏是我们昨天 好称要把他抛弃了 但是身为一个游戏开发者 我们还是把它做到一定的这个程度 他毕竟也是我们的孩子 所以把这个游戏呢我们再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是一个双人对战的游戏 那其中一个玩家会扮演那个金色头发的川普 那另外玩家会扮演那个长得很像维尼的小丑丑 好然后这是一个五战三圣的游戏 那那个扮演蟲子的玩家呢他会有很多的伙伴 就是他会有很多队友 那那些队友是大部分其他全部都大部分都是电脑控制的 只有一只是真正的玩家的本体 那他想办法偷偷的接近那个川普 然后把川普给咬死 那身为川普的玩家他想办法把那个针筒的疫苗 射到那个维尼的身上 那像这样子就是川普不小心被虫子咬死了 在他找到真正的玩家本体之前 那可是这个时候呢 他会有一个反败为胜的机会 就是他可以在剩下场中央的这些虫子里面挑选一只 他只要成功的抓到了真正的那个玩家的虫子 他就可以逆转胜 那我们就请这个示范的人随便 也不用随便你就认真的挑一只 不要点太容易定了 你有按吗 有他按了只是没有影响 因为你叫我不要做 好 你看上面有假 对那像左上角就是像刚刚他是选对了 所以就是算是 他现在直接射中也算 对那现在他是直接卡到了对方的本体 所以就直接获胜 就像左上角他就是已经标记他获胜了这样 获胜单局 那这游戏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身为虫子那一方的玩家 你就要尽可能的把你的身体 好那这个是我们这个游戏 那这个游戏我们在这个 昨天完成之后呢 就决定不行 我们要做另外一个 所以现在为我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正式的游戏手奏 这还是电档的 OK好 这个还是电档 后面 后面主别的幸福 就由我们来守护 赶快再view一个版本出来 后面主别加油 好 那这个要介绍吗 好 那这个游戏呢 它其实一样是一个双人对战的游戏 就是我们后来 做一个发想就是 我们觉得 直接的行的 直接的对战有点 有点没有意思 所以我们就决定想说 要让两个玩家有个主要的目标 就是共同的目标 就是做一个共同目标的竞赛的尝试 那以这个游戏来说 你们重信一下好了 那以这个游戏来说 我们的左右玩 我们设定游戏的世界是 我们有一对兄妹 那他们就是临危寿命 他们老爸就是说 你们现在我们就来比谁 把房子最先盖好 那最先盖好的人 就可以拿到我的家产 而且还不会被家族的诅咒 有困扰 所以他们两个 左右两个就是他们分别要盖的 这个房子的基底 那哥哥负责左边 妹妹会负责右边 他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捡那个地上的糖果 捡到糖果之后 帮我捡一下好了 对 捡到糖果之后 他会把它捡到身上 然后再把那个糖果 给搬回房子里面 那个房子就被被盖好 那随着房子被盖的 下面的进度越高的话 那个房子就会盖的越高 对 像是右边那样子 那因为只有这样子盖房子太无聊 我们要提到家族的诅咒 就是他们这一家人都被恶鬼缠身 那所以我们就会 一开始的时间倒数30秒结束之后 就会开始 场上就会开始出现这些幽灵 那像我们左边 左上角 上荧幕上方那个戴帽子的哥哥呢 他被这个鬼魂缠身之后呢 他就是会随着时间 他的走路会越来越慢 然后他会 最后会变成这个 兽人 怪兽这样子 那变成怪兽的玩家 你是没有办法再继续捡糖果 盖房子的 可是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 你可以去对方 去揍对方的这个房子 那在你攻击对方的房子的时候呢 你会把对方房子的进度 就是偷到你自己的房子的身上 会把他的材料偷过来 好 你们重庆一下好了 那 要怎么 那如果只是被怪兽这样子做房子 那 另外一个玩家如果什么都不能做的话 他就很无助嘛 所以 我们还有一个功能就是 你在剪糖果的时候 你不一定要把糖果拿回到你的主要的房子上面 而是你可以选择 在地板上盖一点 盖一个墙壁 你帮我盖一下 那像他可以摆墙壁在地上 那这个墙壁是人跟怪兽都无法通过的 所以当如果有人要 如果你在事先有建筑保这个防御公式的话呢 就算对方 故意或是无意的被 被鬼魂附身变成怪兽 想要去拆你家 那他也会走不过来 可是身为一个怪兽呢 当然不会说 他干对方把墙壁盖满满的 然后你就永远都不能对他做什么 所以这个怪兽也是可以去攻击这个墙壁的 去帮我揍这个墙壁 好 所以他是可以把墙壁打破的 但是你要把墙壁打破 需要花一点点的时间 那因为变身的时间是有限的 所以你要在变身的时间内 去想办法去偷到对方的建筑物的进度 那如果对方可以把墙壁赤着盖的比较好 例如说盖去一个迷宫 去拖延到对方怪兽的变身时间的话 他不一定可以有顺利的可以走到你家 然后还可以顺利的偷到你房子的进度 所以我们这个游戏就是要在闪躲鬼魂 维持人类形态的状态下 收集材料去完成你的房子进度 那同时如果你不小心的走位失败了 被鬼魂附身 那你还是有机会 就是变成怪兽之后 也可以去干扰对方 去夺回你的进度这样子 那同时你也有这个防御的手段 可以避免有一些玩家就是 干跑啊我就不盖 我就等你盖 那等你盖好之后呢 我就把你的东西都抢过来 那所以我们这个游戏 它不是一个现实的游戏 我们会玩到其中的玩家 把房子盖完为主 那像这样现在这样的状态 左边的玩家呢 因为他的房子进度比较高 所以他就可以在这个时候 就算他变成鬼魂 他被鬼魂缠身 他可能也不着急去 去攻击对方的房子 他可以先把就是场景上的一些 障碍物拆掉 或是说把就是 反而会有一些可以尝试的这个战术 那你帮我示范一下就是 把房子盖完好了 有点难的 好 对那像糖果屋 就会盖完了 我们的顶楼加盖 最后一洞 就代表自动的房子完成了 那我们的获胜玩家 就是左边这个哥哥 对 那目前我们是没有做这个结算画面 不过因为这个糖果屋应该很明显 这个造型 它看起来就是获胜的状态 那像右边的妹妹 很可怜 她直接被关在那个 破房子那边就不能过来了 对 好 那我们的游戏概念大概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双人对战的游戏 后面的主编还需要时间吗 我们可以再推出第三款 对 差不多 我觉得两款非常的足够 对 对 那我们游戏大概是这样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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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